那摄影那个拍视频就是我的工作 是吧 我也要生活呀 我们山羊在这里看一下 那个小宝宝在 那其他的更丢不了 这个黑色的这个不是乌鸦啊 这是另一个品种 但我不知道汉语怎么说 大家有知道的吗 纯黑然后叫起来 比较像乌鸦羊 大家好 今天我又来河边放羊了 放牛羊 其实不愿意开车来的 但是没有办法 那个大摩托车呢太重了 如果稍微一 一倒在一边的话 我们两个都扶不起来 我不会 骑摩托车 我妈妈会 但是那个车子是 新换的一个 我俩都不会弄 然后 爸爸又不在家 只能开车来看一看了 还好有那个印子 都有那个 呼噜的印子了 不会压着草了 哈哈 顺便带树壳来洗澡 他每次过来就变得很开心 哎呀哎呀 这真香 这就是 你去死了吗 小姐 你去死了吗 妈妈 中文快 不是 你去死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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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想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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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 不知道从哪块钻进去的 再次我们会跑了 不知道第几次了 第五六次吧 从这一直跑到那儿 然后我们再赶过来 再到这儿 实际上这块还有一个铁丝网 过了之后才是我停车的那个地方 停车的那个地方 我已经给它压好那个网子 它可以直接跳过去 但是就从这儿它过不去 进来的时候 就是从那儿跳过来了 然后出去的时候 它坑到那个跳的地方 真是傻 再把枪球亮过来 哎 走 走 走 那边 跳过来 我们本来是压好了那边的网子 把他妈妈给他干过来 到底是她呢还是她呢 这个好像是他妈妈 走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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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是 本人来吃草的吧 终于终于从这跳出去了 能不能看到车那边 下雨了我们躲到车里 实在不行 我们就想到的一个办法 就是把全部牛赶到那个方向去 然后小牛可能就自己想办法 找一个地方 转过来了 耳朵都聋了 最终也没有成功的 让它从别人家网子里面 就是拿出来带出来 哇中间真的差点就是 差点气哭了 现在就一直来回跑 它能钻进去 但是就是出不来 就多气着 然后牛群也赶不过去 一直在往其他地方跑 而且我又开着车特别的不方便 摩托车也没有 起码也不会 势单力波 就我们慢慢我们两个人慢慢推一推又不好 在那么高的草丛里面来回跑的时候 有好多那个沟好多洞 震的味 然后现在脚上全部都是那种被草划过的 也有那个渣的有刺的草 就是都是刺着疼 现在 中间我因为我要记录嘛 然后我一直就是 它有快要跳出来的那个情况的话 我就要拿出来手机干净 我想要拍 然后我妈妈就特别生气 我本来就赶不过去 你还就一直拿手机拍 过来帮忙 我其实没有拍视频的时候 我都是在跑 都是在在去干活的 包括在通常的时候 大家看不到 在镜头里面看不到我干活 但是因为我这个 我要拍的话 我没有办法干活 我想要入镜 我也没有可不可把手机放的地方 没有摄影师 其他其他人也许有 但是我没有 但又怎么说呢 这是我的工作 放牛羊也许是他们俩的工作 那摄影那个拍视频 就是我的工作 是吧 我也要生活呀 太累了